如果撇除了一些金融股 又想防守性高一点 便要买一些股价比较低波幅的股份 可能会考虑一些公用类型的股份 港灯、电能、中电等 相对上那波幅会比较小一点 其实这几只公用类型的股份 电能的息率是不错的 电能的息率现在大约有5厘的位置 如果按照高位来看 5月17日是54.9厘的位置 现在都差不多调整了 接近50元的位置 比较理想一些 看看有没有机会低过50元的位置 可以去考虑吸纳 但是需要留意 这些防守类型的股份 股价波幅相对上是低的 入市的时候 大家就不要打算是拼炒价了 以一个收息作为一个主要的目的 才考虑入市会好一点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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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